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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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最硬的 里面是用陆九做 你见不见到啊 这些一点点呢 这些血里啊 这些伸仔呢 初初打呢 打到爆了皮啊 见不见啊 一点点啊 全部都是血里的 除雀肯吃苦 习武更考验人的毅力 为了锻炼意志力 防止自己疏忽懈怠 显灵沃每天坚持早晚跑步 没人与他赛跑 他甚至自创了一套独门方式 没有人陪我跑呢 我就追巴士 我为跑 跟他斗一个站 或者两个站 他快过我就算快过我呢 他要落客嘛 一落客呢 就被我追倒 追倒了又跟他追去跑 就是这样 这一样呢 就可以磨练到我自己的气力 和那个毅力在里 凭借着坚韧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显灵沃得到了师父的赞许 也收获了业界的认可 他曾先后打下包括1983年决战日本踢拳道高手兼轻量级冠军须田康德 大战华人拳王周比利等多场经典名战 更保持有27秒击倒对手的记录 至此响于业界 1973年 功夫影星李小龙的突然辞世震惊全球 人们在惋惜这位武术宗师英年早逝的同时 也欣慰他将真正的中国功夫搬上大荧幕 向世界展示中国武术的魅力 这也间接带动了香港前所未有的武术热 彼时香港武馆急增至一千多家 公开的擂台赛取代了门派间的比武 香港功夫电影 风明一时 正是在1973年 在获得擂台冠军后 适逢电影业 急需大量武打演员 显灵沃正式签约电影公司 涉足电影行业 当时的拍戏是很辛苦的 因为当时是用菲林 而且那些动作是很多的 越多越长 你NG的情况就会多了 我记得当时我拍《千里救差婆》其中一幕 许冠杰在旁边 一个双飞 一叉我 一个掉下去 自己做反应 剔了十几个 地下铺的砖都裂了 终于算了 用回 都是用回第一个 如今的显灵沃 已从当年武馆中的一名小小学徒 成为自己办拳馆收徒的知名拳师 半个多世纪以来 他见证了香港武馆的发展与改变 以前的年代的人就比较 低下层那些人就比较多些 杂母 但是到现在 一路一路转变来计 但是到现在来计 很多是很有学识的人 有医生 律师 都有 而且这间拳赛是很有规模性的主板 而且引进很多外国的比赛来到 甚至乎有健身 健美 体操 举重 很多各式其式的东西 你都可以进去练习的 显灵沃说 自己从武半生 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继续推广国术 让世界看到真正的中国功夫 cybernive 经讯分构 年轻人 解采集 毫无 肯定